好来看到前走马英九应大陆的邀请 那么接下来在4月1号到4月11号 将会率领的青年学子来到大陆广东陕西跟北京 参访中华文化的景点跟企业 是不是渴望能够马席二会呢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回 在4月1号到11号之间 有没有机会促成马席二会 在2015年现在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孝一诚就说了2015年两岸的领导人 大家记得吗 马席会在新加坡会晤之后 现在隔了9年 那么也希望跟老朋友碰面 但是一切都是尊重陆方的安排 那么同年在APEC部分 当时呢我们代表肖万长也会见了 在这个APEC在这边也见面了习近平 同时呢习近平当时表示 转告马先生新加坡说后会有期 并非是说说而已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能够见上面 而就在这个时刻 两万交举为姐妹中关系十分的脆弱 那么马前总统率领台湾青年来交流 希望也能够为低迷的台海情势 来开启另一扇窗 希望这个紧绷的关系 能够来降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回 能不能能够为台海创造的和平价值 当然更有意义 在这个部分将会来到 包含了广东 在陕西有清明公祭皇帝典礼 还有北京的部分以及呢在企业 还有这个大学都会来参访 那么也会出席一些活动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学子 也能够来进一步的交流 那么国民党立委赖世保认为 马锡二会机会蛮大的 因为两岸的兵兵政维 那么这个时候有助于关系荣兵 而对于在民进党再次的大动作 又扣上红帽 立委罗正强就说了 准总统赖金德他不是说吗 想要跟习近平见面 还想要来喝珍珠奶茶 也痛批民进党不要再松标了 我所掌握到的信息 马半最近非常的忙碌 非常忙碌 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往乐观的角度去看 毕竟上一次 习近平跟马鑫九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特别讲一句话 我们希望后会有期 或者是下次再见面 类似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了 还是有二次马锡会的机会 那现在看起来机会很大 而且这个见面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现在两岸兵兵战危 几乎完全没有对谈 马鑫九前总统 表面是一个文化之旅 或者基礎之旅 但事实上是一个和平之旅 马鑫九准备访问中国大陆 当然民进党又是西设市的 请朝而出全面的抹红 反对抗议 可是我觉得 即将要就任总统的赖清德 不方有更高的一个视野 来看待马鑫九 这次的访问大陆 关于所谓的马锡会 或者关于跟两岸之间 领导人的会面 蔡英文总统也曾经表达 他希望跟习近平见面 而赖清德也说 他想跟习近平见面 还要请他喝珍珠奶茶 那为什么赖清德 蔡英文想和习近平见面就可以 而做得到的马鑫九 跟习近平见面就不可以 所以民进党其实说穿的也是双标 好来看到在这个联合报的部分 首先来看到马前总统呢 若为两岸争取回复 不否认指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对于台海和平会更有实质的意义 那么马协会如果真的能够成真 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也落实了当时 在这个新加坡有说后会有期 所以在这一次当然能够再写新的一页 那么另外可以看到 既务实台独工作者对陆无能 所以现在呢在两岸的部分 和平稳定维系在民间各路 有时之势的逆风而行 现在大家对于在这个马歇二会 当然都是乐观其成 那么民进党我们可以看到 吴思尧的部分 好吴思尧就说了 在敏感时刻 国民党都有附露的行程 真的是匪夷所思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学者的部分 内洋大学的副教授王介正就说了 有和有这个往来有交流 都能够缓解关系 以及上海台湾研究所长 李永杰认为在这一次 来到北京当中 当然肯定是有些政治的敏感性 不过呢还是要平常心来看待 也相信在马英九的部分 一定会在推动冷暗关系上面 能够来做一个努力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好现在在赖清德 准从赖清德 在接下来面对在两岸的关系 他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好在两会的报告 删除了和平统一 这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赖清德 马上就要来到的一个 520的就职演说 但大家也很关注 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呢 他的内容 对大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说法或者是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要先来关注 马上就是在4月1号 马上就要到了 马前总统要来附录 要来做交流 相隔9年 马席会会不会来登场 行政长陈建恩表示尊重 马前总统对个人形成的规划 那政府呢也会提供相关的协助 但是也呼吁对于主权 对于法治可以符合国人期待 怎么看马英九平凡访中这次去还宣称可能会见习近平协任元首这样做合适吗 我们尊重马前总统对于个人形成的规划 至于马前总统所提出来的相关的安全保护上的这一个要求呢 我们政府呢也会来提供必要的这样一个协助 在这里我也要呼吁马前总统 他在前往大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希望能够谨记国人对于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期盼 也希望他在反中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符合国人对他这个方面的期待 好来看到前总马英九在次好访中 那么有没有可能和平之旅这一回来个马席二会呢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成在昨天举办了记者会 并且宣布马英九受邀 那么在4月1号到11号将会来到广东陕西北京参访 中华文化历史景点以及企业 同时呢也协同青年学子访问中生大学 北京大学让两岸学子进行交流 同时也会来出习记皇帝林大典 那么在这个部分访北京将会是重头戏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回2023三月份马英九来到大陆记住 那么这一回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 现在要再次的来访路 大家就希望呢能够让这个紧绷的两岸关系 是不是稍微能够舒缓一些 能够更多的交流 那在这一次展开11天的两岸交流之旅 马半将这个定位为和平之旅 那是不是在北京的部分有机会来会晤大陆领导习近平先生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半也表示说 2015年在新加坡的马席会之后一别9年 希望能够见面 但是还是尊重大陆的安排 好我们可以看到蔡政委员就说了 为马英九这个此举喝彩 驻一路顺风在两岸的情势 越往战争方向的时刻 访问大陆有助于缓和大陆民众 对台湾的敌意也有助于减缓大陆领导阶层 面对大陆武统民意的压力 希望能够打领一群自以为能够抵挡解放军的人 同时呢亮哥就说了 马英九此行大家关注 会不会跟习近平会面 是不是公开的见面 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需要讲究一些细节 他听说的是有安排有听说 现在呢马前总统在4月份再次访路 国民党立委谢同介也说了 这对台湾即将上任赖清德 都是好事 大家应该正面来看待 我想对台湾不但是好事 对清德兄也是好事 在整个政府面临交接的时候 两岸不断的升高紧张 这对于未来的总统 这是不利的 而且民进党的现在内阁 从最近来看 这所谓战狼内阁的气氛也慢慢在降低 大家希望在未来新的总统上来之前 铺成一条和平的道路 我想这就是好事 各界应该正面看待 那两岸能够多多的沟通 那对于我想 我们也对于赖总统当选人 有高度的期待 在新的任期开始 能够让两岸更合并稳定的发展 前总统马英九 4月1号交道到来访问了 我们看到行程包含了北京 那大家就来做解读 有没有可能跟习近平来个马席二会 对此呢在马办的部分 是以待保留强调克水主辩 但希望能够跟老朋友见面 前总统马英九 4月1号将启程复录 展开为其11天的和平之旅 新成功涵盖广东 陕西和北京 将出席继皇帝领大典 并参访北大汉中山大学 马英九首度造访地点 敏感的北京 被认为可能有马席二次会面 2015年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 这个是两岸历史上重要的一个 关键的里程碑 也让两岸关系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发展 9年之后我们希望 到机会到北京去 马前总统能够跟老朋友会面 那我们一切都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 2015年11月7号的马席会 是两岸领导人首度会面 这回萧居曾虽然对马席二会 与呆保留 已再强调克随主辩 但是大陆国台办 在马班宣布消息之后 半小时内就发表回应 表达欢迎 强调希望两岸共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各领域间的交流合作 不过当前两岸僵局未解 马英九到北京能否争取回复 互不否认治权 被视为此行一大指标 印大陆方面邀请 马前总统任内两岸的一个成就 就是两岸交流制度化 然后而且是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但一切都是有九个公式作为基础 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个公式 两岸要回到这个互不否认治权的时代 可能会有若干的困难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来化解 马英九判的缓解 两岸紧张关系 总统府也对马英九附录表达尊重 但是因为附录时间点选在来兴得 吴热林上任之前 牵动各界敏感神经 尊重马前总统对于个人形成的规划 也希望能够谨记 国人对于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期盼 马席二会 我觉得对于促进两岸和平 将情势和缓 马席二会 这个机率很高 绿营不需要酸言酸语 他们做不到的 马英九替他们做 马席二会渴望续写两岸新篇章 一别九年的老朋友 能否议员2015年习近平 对马英九后会有期的承诺 全球引尽关注 记者线红陈珍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基本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u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来给大家看 我记得 顿准备发生 不过 顿准备发生 顿准备发生